大家好 同學 再來我們正式進入第二章 第二章就是指數與常用對數 它總共分成兩節 目前我們人在第一小節 OK 老師 第二章很精簡 沒有錯 第一小節主要講是指數 OK 沒問題 首先我們當然按照觀例 先看一下指數的整個架構以及目錄 它總共有分成六個小節 第一個小節就是所謂的自然指數 以及它的指數率 OK 自然畫起來 OK 自然指數 老師 它這個分法很奇怪 不會喔 它的分法主要是這樣來的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所講的嗎 指數有分什麼 老師 數有分指數跟什麼 虛數 那指數又有分什麼 有理數跟無理數 對不對 那有理數又分什麼 等數跟非等數 等數這就是例對不對 那等數裡面又有分什麼 自然數是正等數 0跟誰 不等數 就是n 第一條路線我們講過非常非常重要 老師 難道你現在所講的指數 跟第一條路徑是有關係的嗎 Bingo 沒有錯 我們由後往前介紹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又講到什麼呢 自然數的指數 就這個位置 等一下我們一起講 OK 這個n 這個n呢 有沒有看到 屬於n 就是屬於自然數了 哇 原來是這樣 底數要屬於什麼呢 等一下再說了 這有一套規則在 還沒有去用 別人亂七八糟 但是我們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反正anyway 第一個呢 會介紹自然指數 當然包含兩個焦點 第一個 定義 什麼叫自然指數 第二個呢 就是指數率 欸 老師 久等了嗎 對 這跟國中好像有教過呢 有啦 指數率呢 有分三種 國中應該都有提過 有指數率1 指數率2 指數率3 那都是 你如果沒什麼就3 沒什麼就3 就代表指數率3 不適合這種指數 原來如此 懂不懂的意思 好 這個我們帶過就好了 你看看就好了 這個第一個 你可以向我當然寫 第一個小結 就是自然指數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往下看囉 同學 再來我們就看到第二個 第二個小結 那就是呢 有關這邊講過的 什麼呢 老師 當然就是整數指數啦 沒有錯 這個是屬於第二個小結 這都很細了 當然手上 我們這邊準備什麼 準備了三個焦點 第一個 是定義 什麼叫整數指數 選起來 這個N一定要屬於 有沒有 屬於Z 真的耶 OK 那 它底數A是什麼 等一下講了 第二個的話呢 整數指數有哪些類型 當然啊 整數有包含正整數0 還有什麼呢 負整數 後面當然以後再看了 好 一樣的指數率 老師 還是一樣呢 沒有看到指數率3 對對對 有沒有感覺很有架構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二小結 整數指數 以及它的指數率 原來如此 好 如果沒有問題 再等老師一下下囉 再來我們就看到第三個小結 當然就是我們剛才所帶到的 OK 有理 數指數 這裡 Q 有理數指數 以及它的指數率 都一樣道理 焦點還是分兩個 定義 什麼叫有理數指數 你看 老師 選起來 這個指數位置 有沒有看到啊 它寫成一個分數耶 分數不就是有理數的正字標記嗎 可以呈現成兩個整數比的值 就稱為有理數 我還記得 對 有理數嘛 這裡面 有沒有看到 當然這裡面的話呢 你會發現 M跟N呢 它都什麼 它屬於自然數 就是自然數 整數 整數 OK 或自然數 為什麼呢 等一下再告訴你了 這關係很重要很重要 定義 第二個呢 當然還是講它的指數率 有符合哪些 你看到沒有 紅筆 老師 剛才 自然指數 跟整數指數 好像都沒有看到指數率3耶 它現在它有耶 有喔 有沒有看到 只有它 它剛才呢 出的符合指數率1 跟2之外呢 指數率3 OK 再怎麼呢 有理數指數也符合喔 哇 原來如此 OK 這個差異 你有沒有看到啊 這稍微有出現出來的 OK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 OK 我們就往下囉 再來 我們看到第四個小節 當然就是指我們的實數指數了 OK 有沒有問題喔 這個 這個 最後一個囉 所以我們以後往前來做介紹喔 好 跳出來的東西呢 是有關它的幾個小焦點喔 第一個 當然我要告訴你 什麼叫做定義喔 實數指數 選起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位置 一定要屬於R 最後一個呢喔 老師 真的很有趣耶 沒有人像我們教的這麼有架構 而且這麼仔細的喔 好 當然第一個定義 告訴你什麼叫實數指數 第二個 它的指數率 欸 老師我發現了耶 雖然你都還沒有教 可是呢 這四個指數 好像只有後面這兩個人 才符合打信號指數率3 所以我相信呢 雖然還沒講到細節 但是我相信 從整個架構 你就能看出專理了 到底誰是重點 換句話說 那些老師會怎麼出題 好像我們真的掌握到了喔 很棒 很棒吧 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他是別人沒有的 打個信號 連等性質 這個書看不到喔 不過呢好不好用 好用 這什麼東西呢老師 連等嘛 你看到兩個 連續兩個等號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 指數連等性質 這什麼性質呢 以後教了 這個也蠻重要的 打個信號 一般指數呢 在國中就考過這些喔 老師 指數比大小 沒有錯喔 哇老師我發現 你後面分得很細呢 這個不只有文字喔 看文字感覺好像沒有什麼power OK 等下鄭哥講的時候 我會給你圖形 而且你完全都不用太管文字喔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是我們的絕招 OK 有沒有問題 事實上喔 講到指數跟對數 我講真的 在108年課綱以前喔 我們都會直接先教指數函數 跟對數函數 老師 你的言下之意 是會直接教畫圖 對 可是108課綱以後呢 就把那個函數 放到你後面去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樣的話反而 我認為不好教學 所以呢 後來老師也想了一些方法 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讓你知道說 不用畫圖 其實也很容易做指數比大小喔 很期待吧 OK 好啦如果沒有問題 你拭目以待啦 不過我們要把這個架構先講完 總共六個小節喔 等我一下下 好的同學 再來我們看到第五個小節喔 老師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指數綜合比較 這個本來我想拿掉啦 後來我還是放著 這東西呢 當然就是我們自己的參考 書你也看不到 就是把剛才所講的 這四種指數 我們用表格來加一比較 而且呢指數率還記得嗎 有1 2 3 OK 還有試用表呢 對 不同的指數 它試用哪一些指數率 我相信剛才你都看過了 OK 還有什麼呢 指數 它的底數跟指數的搭配 怎麼搭配呢 當然就是這個版面 我這版面呢大概只是一個架構的整理而已 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我還是放著囉 還是放著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要看到最後一小節 就是第六小節 這個我給你兩顆星喔 哇 什麼意思 基本上對應指數 它的考法 有一個模型很重要 那就是倍數成長模型 倍數成長 比如說我們在培養細菌 我告訴你喔 每兩天會成長三倍 好像經過喔 OK 或是每五天會成長四倍 哇 老師你言下記 是這種倍數成長模型 跟我們指數 模型很有關係 當然啦 OK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至於怎麼建構模型呢 OK 你會看到喔 老師 你模型有給啊 就像y y等於c乘a的k分之7次方 這裡面有 a c k t 四個參數 它們呢 代表各什麼意思喔 等一下講義 我們就會看到喔 不過這個呢 好像在國中有稍微提到一點點了 OK 可能沒有那麼細 了解嗎 不過呢 你會發現它終究是一個指數模型 你看喔 這個像不像 C不看 對啊 a是底數啊 k分之7是指數啊 就是次方 對啊 這個是指數模型沒錯啊 沒錯喔 OK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呢 跟這個還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一起做介紹 因為看到有的版本喔 OK 他可能把這個東西放到後面去了 好 那我認為不好 因為這個地方放在這裡 最剛好啦 OK 因為剛好打鐵趁熱啊 喔 原來如此 OK 好啦如果沒有問題 那這六個小節 當然你們講一本 只有一個one page 一頁 all in one 就能看到所有東西比較好 那我講一本 是把它分剛 抽影片是把它分成這麼多 來看的 反正anyway 架構嘛 五分鐘而已啊 瀏覽過一次 你心裡面也比較踏實一點 知道往後 到底要學些什麼東西啦 喔 老師沒有問題喔 好啦如果沒有問題 你再等我一下喔 再來我們就要看一下 他的學測的趨勢分析 沒有問題 以上 好的 同學 當然正式進入課程以前呢 我們還是按照往常觀例呢 看一下 OK 二之一指數呢 他的學測命題的趨勢分析喔 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來呢 他到底考過哪些呢 來 跳出來的東西 同學你看一下喔 當然一行是核心提醒 老師他很精簡耶 對 這個二之一呢 老師呢 把它分為三個核心提醒 就是指數率 還有指數比大小 還有最後一個倍數成長模式 他考的並不是太多 不過呢 有時候一級必中喔 搞算就完蛋了 OK 好你看喔 這裡面呢 哇 標靶的位置就三個 三個 曾經射過三支劍喔 最近一支在什麼 109年 很很近喔 大概講了這樣子 考的是指數率 不過呢 我們都給他一顆心 一顆心 一顆心 所以考的並不是很多 但是呢 你也不能夠把它忽略喔 老師其實蠻看好這個 倍數成長模式的喔 你在1080課綱 我們強調的是生活上的素養 當然呢 就生活上的應用等等 但跟這個倍數成長模式 最為相關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喔 那指數比大小呢 是一般常考的一個手法 當然這些東西 在你們的期中考呢 是一定會考的 OK 那只是以學測來看的話呢 當然基本上 考出來的比率 是比較低的 OK 但是你還是不能夠放掉 所以老師 按照你這樣講 好像是考二支 比較多囉 Bingo 可是話說回來 二支 你想要會 二支一定要會 因為他們有密切的關係 原來如此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沒有 所以不要單純看到說 考的好少喔 OK 二支一直接砍掉 唉唷 不用那麼瀟灑吧 OK 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就要正式進入課程囉 以上 同學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一小節 那就是自然指數跟誰 它的指數率 了解我的意思嗎 老師呢 準備了幾個焦點跟各位介紹 當然首先第一個的話 照出來的就是告訴各位 什麼叫自然指數 OK 同學你看喔 這必須分兩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層次的話呢 我們先看一下 什麼叫做指數 OK 看一下喔 什麼叫指數 那這個呢 指數在國中 我們應該學習過了 它的形式長成這個樣子 像A的N次方 老師 A的N次方 這個次方代表是 A連成幾次 像N如果等於2 就A連成兩次 A等於3 A連成三次 就是指數的形態 那我們這邊 為什麼分成這麼多種指數呢 像第一種 OK 叫什麼呢 自然指數 第二層面 我們要探討 自然指數 這個自然指數 它主要是反映在指數的哪個位置 指數呢 分成兩個位置 在底下這個稱為底色 學過吧 在這個次方的位置 我們叫指數 這個很多人都有誤會 你剛好跟他的名字 這個整個人叫指數 他的這個右上方 這個次方 也叫指數位置 這樣可以嗎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老師 你說前面這個自然 它的名字 主要是反映在哪裡 反映在說 他的次方 這個人一定要什麼數 難道 就要自然數嗎 Bingo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看喔 這個N怎樣 N要屬於大N 大N就屬於自然數 老師我聽懂了 OK 所以你看喔 剛才講架構 我們就複習過一次 你還記得數的分類嗎 數我知道嗎 OK喔 數有分實數 虛數嘛 當然實數的話就R OK 實數還配什麼 有理數 有理數 有理數是Q 有理數還配什麼 整數跟非整數 整數就是Z OK 整數還分為正整數 就是自然數 0個在負整數 這個路徑呢 剛好是我們第一條 最上層路徑 你還記不記得 這個很重要 你注意看我們手法 我把1分為2 OK 把它分為大範圍跟誰 小範圍 當然呢 這個範圍比較小 相對來講 當然這個時數範圍比較大 這兩個 剛好兩個 老師你要幹嘛 我教你一個獨門技巧 就變成這個意思 你看喔 這個呢 OK 今天我們講的是這個人 指數位置為自然數 沒有錯 那我們叫它為自然指數 那我現在還要告訴你 你要知道它叫自然指數 反應在次方 就指數位置 沒有問題 可是底數呢 叫誰 底數A 你看喔 底數你要注意同學 底數的範圍相當相當重要 OK 這裡寫屬於R呢 就是屬於時數 莫非 沒有錯 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兩個人 底數都是R 好記吧 這有口訣啊 什麼口訣 就是大小跟小大 老師老師 時數R 範圍大不大 當然很大啊 對不對 一個配一個小一個大 所以次方如果小的 底數就配大的 這是一個技巧 OK 這兩個呢 你應該很聰明啊 這兩個次方 如果比較大 它什麼 它的底數都配比較小 這個時數呢 當然範圍大 它的一半呢 正時數 正時數 對 時數當然很多嘛 有分有理數 無理數 跟到二也算了 OK 算是時數的一種 跟到二 算不算正時數 算了 OK 算正時數 就是把一分為二 分為正跟負了 那正時數 就是一般我們所講的 大於0的意思 OK 就是正數 所以正數 它的群名叫正時數 OK 代號記作大於0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相對來講的話 這個範圍當然大 這個分正的跟負都可以 這個只能為正的喔 所以呢 老師這個範圍就比較小啦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四種指數 我們一起教啦 哇 今天黑板上 是一個什麼 自然指數 所以四方位置 一定要自然數 那底數呢 一定要時數 時數就是都可以啦 正乎都可以 就範圍很廣的意思 等下要教叫整數 底數 也是時數 再下一個 要教的是有理數 指數 那底數就一定要正的囉 喔 最後一個是時數指數 那底數呢 也要正的喔 老師太容易了吧 真的 別人亂七八糟 我們呢 螢幕秒然 這樣可以嗎 哇 所以黑板這個版面 就叫自然指數 這樣可以嗎 我再重申一次喔 自然 它反應在哪裡 反應在這個指數的次方 也 就是指數位置 一定要是自然數 那底數呢 喔老師 對應比較大範圍的時數 那這個時數呢 就代表是可正可負都可以 正跟到二 負跟到二也都可以 就是不能為虛數 其他隨便都可以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有沒有感覺很清楚啊 以前我高中學到這裡很亂 因為指數分好多種好多種對不對 那你一定有懷疑這位老師 那為什麼指數要分這麼多種呢 問得好 我之前也問過自己 那主要呢 它是在反應什麼 不同的指數就會對應它所屬的不同的指數率 原來這樣子 反過來講好了啦 OK 指數有分一二三 並不是每一種指數都適用在指數率一二三全部喔 喔 我聽懂了 像這個一樣你看喔 自然指數 它只是用指數率一跟二 那三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先複習一下 這是國中數學 指數率一代表什麼意思 它是指數的一種定律 什麼定律呢 它主要是在反應什麼呢 底數相同的情況 對 好這個呢 指數率一 你寫瓜好了喔 它主要是在反應 底數相同的時候 所呈現出來的定律 喔老師 原來是這個樣子 它這個呢 指數相同的時候 喔很有趣吧 你看 你有架構 你就會有power 好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記很好記吧 這是國中數學喔 幫你複習一下一下 當兩個指數底數相同的時候 那他們如果相乘 OK 相加沒有意義啦 相乘 聽起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定律出現喔 喔老師我聽懂了 底數相同 而且相乘喔 那時候呢 我們怎樣 口訣底數如果相同 而且相乘的話 有沒有看到 那指數就會相加 喔乘配加啦 選起來 乘配加 我再重申一次 條件是底數要一樣 如果不一樣 相乘你能加嗎 大頭鬼不行 OK 那這樣的話呢 底數就照抄 那指數呢 相加就變成 M加N 這樣聽懂 我的意思沒有 老師很簡單 真的喔 OK 了解喔 那當然延伸你也知道嘛 有乘就有除 那如果底數要一樣喔 可是什麼 他們兩個什麼 是相除 所以呢口訣 底數相除 這個乘可以加 那除就不用講了 可以什麼 可以減 有學過嗎 A到超 用分子減分母 M減掉N 啊這樣 就很簡單 很簡單了吧 老師真的 非常非常簡單耶 真的喔 有沒有看到 好 再來看到第二個 指數率2 它所強調的是 當兩個指數 如果相同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相同的時候 不要忘記喔 OK 這個呢底數還是要相乘喔 OK 所以條件 你看到指數相同 而且底數相乘的時候呢 當然 這時候口訣什麼 就是兩個底數 直接就相乘 喔 把這個相同的提到外面去 好 有沒有看到 它裡面呢 就造草 A乘0 有沒有印象 那相反的 你右回到左要匯喔 這個放進來 Am次方乘上bm次方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一樣 沒講得到 等到右邊 回到左邊 你要匯吧 老師OK啦 沒有問題喔 一定要懂 一定要懂 好 延伸開來一樣有儲的關係 A的m次方 除以 V的m次方 選起來 指數又相同了 那時候呢 指數往外提就可以了 然後裡面是儲 那我們直接就寫儲 那就可以了 我覺得很簡單 這在複習喔 不是新的喔 國中就超過這個 指數率1 2 那其實它有個指數率3 老師 它這個3喔 3是什麼 你還記得嗎 3是階層關係 喔 階層關係 等到為止 OK 比如說這樣子 A的m次方 在m次方的答案什麼 還記得嗎 階層關係 我知道 這個階層 不是m的m次方喔 是相乘的關係 m乘N 這指數率3 好啦 Anyway 這都很簡單 我現在再問你一次 什麼人穿什麼鞋 今天是自然指數 它只能搭配指數率1跟2來應用 指數率3是不適用的 不是 我還是聽不太 尋問到 老師 那為什麼自然指數 它不能夠符合這個指數率3呢 好 沒關係 我舉個例子跟你聽 你就已經懂了 OK 告訴老師 底數-2可以嗎 可以 底數的話可以屬於R 可正可負都可以 大範圍的 OK 那一次方 當然是-2 那我請問你喔 你看喔 這是什麼 這是個自然指數 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那我用這個法理講 給你聽 這個自然指數為什麼不符合所謂指數率3 就這種相承的階層關係 1 1隨便我寫吧 如果我1寫為2次方 OK 那後面的話 在大括號幾次方會變1 老師 按照這個啊 指數率3 如果等號成立 就代表它應該也適用指數率3啊 你看2乘2分之1 等號是不是成立 老師 好像合理喔 你看喔 變模組了喔 這不看的話 乎2乒乓多少 4啊 OK 2分之1 這個不是根號4啊 對 答案出來等於2 同學 你有沒有看到鬼了 你看頭尾 乎2怎麼會等於2 你這樣知道 這個出來怎麼錯誤了吧 這考試 其中考會考喔 學測有可能考這樣喔 他會像我這樣寫喔 我寫完之後說 喔 所以等號 乎2就會等於2 你看到整個哪有可能 他會請你糾正錯誤 為什麼不會等號不會成立 這中間哪個環節 出的錯誤 這樣聽懂嗎 老師這裡 紅鼻 這裡就錯了 為什麼 再看一次吧 OK 乎2 平方 沒錯 這是什麼 這是自然指數 因為這裡地方要整自然數嘛 正整數嘛對不對 這裡下隨便你 這個呢 適不適合在一個括號的次方 其實不適合 這樣聽懂嗎 喔原來是這樣子 就開門 可以這樣告訴你了嗎 你還不相信 自然指數 不適合指數率3 這個等號如果想成立 必須要符合指數率3 合不合理啊 欸 老師終於懂了耶 你可以牢記在心 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自然指數 它不適用指數率3 喔 原來如此 很有趣吧 那這種題目 期中考一定會考喔 我以前就卡在這裡 看得貴喔 大看之下沒有破綻很合理 可是寫到後面 看頭位 看得貴 OK 乎2怎麼等於2 原來我們學了這麼久數學 乎2就等於2的呢 當然不可能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個trouble出在哪裡了 喔 老師真的有道理耶 所以如果是自然指數 真的耶 OK很容易找出反例 證明它不符合指數率3喔 喔 這樣完全完全了解的齁 好啦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再往下看下去囉 再來我們就看一些小學長喔 看各位同學 對剛才的自然指數 所學是否學到精髓啦 OK 首先呢我們看第一題了 假設N為自然數 這個N在這裡喔 欸老師 指數位置為自然數 喔老師 而且底數呢 還記得嗎 它的範圍可以很大 可以正負指數 都是可以的 當然0也算屬於正負指數 所以0的N次方 是不是自然指數啊 當然答案是yes OK 他說0的N次方等於0 欸對嗎 當然對啦 為什麼呢 代表是0乘幾次 老師 0乘了N次 對 看到沒有 這個呢 就會等於0 一直乘0 一直乘0 一直乘 總共呢 乘了幾個0 當然0乘了0 還是0 所以答案呢 等於0 true OK 第一題很簡單 對不對 好第二題 答心喔 跟剛才舉的範例 其實差不多了 欸老師 這個對嗎 這個你居然不懂 你看頭尾 負2會等於2嗎 那當然是錯的 那這個trouble 出在哪裡呢 這裡 剛剛講過了 這裡就不相等了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負2的一次方 它屬於自然數 沒有錯 底數可正可負 那基本上負2一次方 是自然指數嗎 yes 那自然指數 可以符合指數率3嗎 哇就階層關係 不行不行喔 所以這個既然不行的話 後面就不用看下去了 後面出來的output 絕對就是davage 好老實 沒有錯耶 這個很重要 答案X 好 看第三題啦 欸這題不錯喔 他說有這麼多人 OK 1 2 3 4 5 6 有6個數 OK 7個數 他說這7個數全部 接化起來 接為自然指數 當然 只要有一個不是 那就錯了嘛 錯的機會 當然是非常非常大 我再問你一次 這個自然指數 這個自然反應在哪裡 老師 反應在指數的次方位置啊 次方位置 一定要自然數 好 第一個再選 那可以了 我們看一下2自然數 對 5自然就對 負2不是咧 負2是負整數 並非自然數 2是嗎 負2分之3 這個也不是喔 OK 懂不懂意思喔 一定要自然數 這個是這個是 然後第二關卡的話 再怎麼樣呢 老師 底數啊 底數不用看啦 底數的話可以為什麼呢 屬於實數 換句話說 可正可負都可以喔 所以π可以嗎 可以 3分之4 2分之1 0 2 全部都可以 OK 反正anyway 他已經錯兩個了 所以答案呢 就不可能 是對的 OK 他如果題目改成說 這裡面有兩個非自然指數 那就是對喔 喔 原來如此 這個你們學校 期中考一定會考 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自然指數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下面還有三種指數 那其實你這個會後面很快 因為大同而小異嘛 喔原來如此喔 好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往下錄 來喔同學 再來我們就進入第二小節 那就是什麼呢 整數指數 以及他所對應的指數率 跟剛才一樣呢 第一個跳出來的 當然就先介紹一下 他的定義了喔 老師 整數指數 對跟剛才的次函指數是一樣喔 這個整數的名字 反應在哪裡呢 當然是反應在 他的次方 也就是什麼呢 指數的位置 沒有錯喔 所以呢 我們指數位置的N 告訴老師 一定要什麼呢 一定要限制在整數 所以呢 他前面講了N 這屬於什麼呢 屬於Z 這個沒有問題啦 老師那底數部分呢 同學你也忘記了 我們知道嘛 我們寫過一次了 再來什麼呢 有理數 再來就是他整數 再來什麼數呢 就是自然數 那我也講過喔 我們曾經呢 把它一分為二 OK 用範圍來分的話 這兩個範圍算是小範圍 這兩個範圍算是什麼 大範圍嘛 對不對 那我講過了 指數的部分小範圍 底數部分呢 就是這個計法對不對 是什麼 可以計大範圍 老師 時數呢 對當然是大範圍 了解嗎 那這兩個呢 當然就是小範圍 比它小的範圍 我們說是什麼呢 是正 正時數 那正時數 就是我們小講的正數 就是大約0的情況 那這個呢 當然什麼 就是小範圍 這個架構 我們剛才已經寫過一次 老師不厭其反 又寫了第二次 那我們現在人在哪裡呢 老師 我們人在這個 OK 沒有錯喔 就是整數指數的分 OK 所以它的底數呢 跟剛才的自然指數 都是一樣喔 OK 屬於任意時數 然後這樣計是很快啊 哇 這個呢 捨我們騎誰喔 我相信喔 看到所有坊間的數 還有你們學校老師的教學 絕對沒有人像我們這麼的 有架構跟仔細的喔 OK 有沒有問題呢 其他的都是一樣的喔 如果沒有問題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個焦點 那就是介紹一下 整數指數它到底有哪些類型 這個你應該知道嘛 整數有包含三種 正整數 0 還有誰 不整數 老師這個廢話 對啊 那因應這個架構 連續開來 就分成三種的整數指數 欸老師 第一種好像很面熟呢 喔 怎麼面熟 那第一種正整數 不就是剛才所學過的 自然指數嗎 喔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不再重複了 那有一點 你要小心喔 如果人家說 自然指數 也是整數指數 你認為對還錯 對啊 當然沒有錯啊 可是反過來說 人家如果說整數指數 OK 必為自然指數 這樣對嗎 一定答案是錯的 因為整數指數呢 除了自然指數以外呢 還有分為0 以及負整數指數 喔老師好像鬧口令喔 欸對沒有錯沒有錯 好再來這個不用講了 再來0指數 你應該知道吧 老師反應在哪裡 當然是指數位置為0嘛 對不對 OK 所以底數位置可以為任何 怎麼呢 OK R時數 任何時數的0四方必為1 哇 這個很棒很棒 應該沒有問題吧 OK 老師 可是後面這個呢 注意同學 就是底數 任何時數 但是如果指數為0的時候 底數有個小小的限制喔 你可以為任意時數 但是就是不能為0 也就是說 OK 寫後面 0的0次方 兩個都0 這個很Special吧 兩個都0 抱歉 沒有定義喔 就是什麼呢 就是無意義的意思 在數學呢 它是沒有定義的 換句話說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OK 等一下 小學長有這一題 它證明 我等一下再還給你 喔 原來如此 可是你要先問一下 為什麼0的0次方 是沒有定義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講一本呢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小小的證明 證明什麼呢 證明任何時數的0次方 除了0之外 OK 它會等於1 老師 這個指數的位置是什麼 是連乘幾次呢 n的話 就是a連乘n次呢 如果0 代表什麼 連乘0次呢 0次 等於1喔 對啊 感覺有點抽象 那我們只能用證明方式 這講起來有點抽象 如果你說 n等於1 連乘一次等於a 還可以理解 0乘0次 它就是沒有連乘 沒有連乘為什麼會1 奇怪喔 OK 你看一下 這個可以從什麼呢 從指數率來看 OK 你看這個東西 告訴老師 a的0次方 有沒有等於a n-n次方 有 因為它畢竟符合指數1跟2 指數1是什麼 老師 比數相同 指數可以什麼呢 相乘的時候 相加 相處的是相減 對 所以你看呢 我現在一樣道理嘛 對不對 這個 對不對 n-a是不是0 等號成立沒有錯 這個呢 告訴老師 按照指數率1 告訴老師 這兩個字是相減 反過來說嘛 對不對 底數相乘 指數相加 底數相除 指數相減 那如果指數相減 就底數什麼 相減 OK 這第一個n 第二個還是n 真的咧 你看看過去可以了吧 底數相同 然後相處的時候 指數相減 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的話 約分之後 1啊 得正 這麼簡單 你可以隨便舉例 當然答案就可以得正說 任何指數 0次方 確實等於1 我再重申一次 底數0 不行 原來是這個樣子 好 再來我們看第三個 第三個叫 負 整數指數 在國中應該也學過嘛 那你們老師怎麼教 我不知道 OK 像a的負N次方 比如說a的負2 會等於什麼 老師這個符號 好 圈起來 這個負號呢 像不像 右邊的誰 老師 很像右邊這條除線呢 對 我這樣話聽懂嗎 你看 這條除線是不是像負號 喔 這樣記就對了 對 OK 也要看到什麼呢 負整數指數 這個負號 想成除號就好了 然後a的n次方 原封不動 寫到分母來 就這麼簡單 對啊 就這樣子 那一樣的 因為分母有a 所以a不可以等於0 因為0的n次方 有1 是0 可是分母0沒有意義 所以記得分母的a 比數這個a 不能等於0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相同的 這也可以證明喔 也可以證明 對 你看到同學 a的負N次方 對不對 有沒有等於這個 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有沒有等於0-n 有啊 0-n 是不是等於n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指數率1 一樣的指數相減 比數相除 OK 這個0次方 這個n次方 看一下有沒有 底數相同 底數相除 指數相減 0-n 就跟那一樣了 OK 好 這個沒有問題 a0次方 剛才證明過了 是1 對不對 這分母是誰 無所謂 只要a不等於0 OK 了解我的意思嗎 哇 這樣出來結果 老師 就得正了 有沒有看到 看頭圍 a的負N次方 分之一 這相當相當簡單的證明方式 OK 我再問你一次 這個證明你都依賴誰啊 老師指數於1啦 沒有錯 沒有錯 OK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好啦 那這樣算過去了 OK 這個都很基本 國中應該也學過一些皮毛了 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如果沒有問題 第三個 他肯定 就會對應到 他所對應的指數率 欸 我要重生一次 不用教了 之前講自然指數 我介紹過了 這兩個視為一組 這兩個視為一組 那這個還有什麼好處呢 這兩個只是用指數率1跟2 這個除了1跟2 還多是用一個指數率3 老師 模型中都記得很熟啦 對對對 OK 但是原因 我有告訴你喔 我不是像你貝而已喔 這個要帶回家去 這個 如果你想要更仔細的聽 就回到上個反面去吧 否則我寫一寫都一樣啦 這東西是copy的而已啊 好 指數率1 底數相同的時候 底數相成指數相加 好 這相反的 底數相同的時候呢 OK 兩個相處 然後呢 什麼呢 指數相減 這沒問題吧 這個 這反應在指數相同的時候呢 往外提 底數 就相成 原封不動照抄 這個一樣 兩個指數相同的時候呢 往外提 裡面 當然就是照抄 B分子A 好 可以啦 就是指數率 這樣有沒有 完全都了解啦 老師 很像剛才的自然指數 沒有出來 反正大同而小異 如果你能釐清好觀念的話 這邊你很強喔 OK 好啦 祝福你沒有問題 往下落 大家同學 那馬上我們就進入小學堂 來測試一下 你對剛才的整數指數 是不是學到精髓裡面去了 哇 老師 第一題 你看看第四題喔 當然答案這個不等於0 OK 這答案用錯的 那現在呢 我剛才承諾過了 給你一個證明 這證明呢 其實跟剛才那兩題很像很像 老師 你莫非就要使用指數率1 沒有錯 看好了喔 我下個因為 因為什麼呢 因為0的0次方高速老師 有沒有等於0的n-n次方 當然有啊 OK 一樣道理對不對 高速老師 指數相減 然後底數呢 就相處啦 等於0n次方 0n次方 當然0n次方 有沒有意義 有 就代表是0 連乘n次 還是0 這個呢也是0 喔喔 看到答案喔 可是老師 雖然個別有意義 但是分數 分母是不能為0的 如果一個分數分母為0 也是沒有定義的 喔 所以因為這個呢 是沒有意義的 OK 所以告訴老師 0的0次方 怎麼樣呢 就是無意義的喔 變成這個樣子 但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是說沒有意義 是因為這個分數的分母 就是0 OK 所以它還是沒有意義的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再往下拉 這個題目可以了 pi 3.1是159點多 對不對 pi 是個無理數 跟到2是個無理數 這兩個相減 還是個無理數 那我請問你 無理數 有沒有符合 r的範圍 有啊 r 十數 有分有理數無理數啊 所以你記得沒有 這個0 這個0 是不是主義 0整數 同學你去看一下喔 0整數裡面 它的底數要誰 不是 大範圍啊 就r都可以啊 可正可負啊 有理數無理數都可以啊 所以這個也可以 是任何時數 OK 它什麼 0次方b為1 這答案是對的 所以看起來 底數還稠 但是就是對 OK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再看第六題 A為任意時數 有沒有看到 任意時數 這是我們剛才寫的r OK 這個呢 這個都屬於r 因為r有分有理數 以及無理數 好 這時候呢 任意時數的0次方b為1 這個對嗎 老師 這個我剛才講過了 錯一個小小的地方 哇 什麼地方 你忘記了嗎 OK 這個a可以為任意時數 但是不能為誰 這個題目很機車很艱長 乍看之下是對的 但是呢 你少了一個剛才 很重要很重要的條件 OK 好 答案錯 為什麼呢 因為需要什麼 需要 這個a 不等於0 來 成立哦 原來是這個樣子 同學 0跟0 不會等於1 我講過了 0跟0沒有定義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要帶回家去 好 比起0 一樣的 A屬於任意時數 N為整數 那這個呢 當然什麼 這個屬於負整數指數 OK 好 那這個呢 就會等於這個 橫乘力 還是來了齁 他們都考得很細很細 所以剛才我都有稍微點到了 OK 都算我實 答案還是錯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需要什麼呢 一樣道理 分母的底數A 不能怎麼 不能等於0 OK 它才會同力哦 好 都一樣意思哦 再帶回家去 OK 答案都醜 最後一題了 打心哦 好 再來我們看到最後一題 這一題 有沒有像剛才的自然指數那個範例啊 老師對耶 那目前呢 我舉的是整數指數 那你不要忘記 其實自然指數那個範例也是有 為什麼呢 因為自然指數也是整數指數的一種啊 對 為了能更加說服你 我舉的不是哦 你看喔 圈起來 不是你舉的是負一耶 負整數指數 對不對 底下為負二可以啦 可正可負隨便你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就是個負整數指數 當然你們很清楚啦 這答案多少呢 有負的嘛 代表是要分母對不對 所以負二一次方分之一多少呢 當然就是負二分之一 OK 那你告訴老師 這個等號會成立嗎 負二照照 負一 如果指數率三成立的話 負二成二分之一 是不是等於負一 合理啊 沒有破綻啊 然後裡面這個人 OK 裡面這個人的話 一樣是負號 這分母是負二的平方 OK 變成正式四分之一 外面二分之一再照照 那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代表是根號 這根號四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一 你認為這樣整個過程對嗎 老師沒有瞎吃啊 唉唷 你看到頭額 你看到貴了 OK 為什麼 因為負二分之一 怎麼會等於二分之一 這剛才的那一題 自然指數很像吧 那我再問你一次 這個trouble出現在哪裡 老師 這裡啦 對沒有錯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負整數指數 根本壓根都不會符合指數例三 只有符合指數例三 等號才會成立 合理合理 因為它不可能是用這種情況 老師 讓我了解答案錯 負 好 那這答案呢 我寫這裡了 大概你應該都知道了 這答案怎麼寫呢 是因為 因為呢 負 因為負整數 這講義有了 它不會符合指數於三 三 三喔 OK 所以 所以基本上那個負二 括號負一次方 OK 這個 負二 這個呢 是負二 整個括號的二分之幾 老師老師會整號成立嗎 不會成立 OK 所以它呢 就不會成立 所以不會成立 當然基本上 這個答案就肯定是錯誤的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哇 老師很有趣耶 對 沒有錯沒有錯 好啦 以上這幾個小學堂呢 讓你牛刀小事一下下 如果你覺得 哇 非常簡單 那代表你通過考核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吧 同學 再來我們看到第三小節 那就是什麼呢 游離指數 以及它所對應的指數率 好 那首當其中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定義 OK 它叫什麼 它叫游離指數 剛才我們講過很多種 這游離呢 就會反映在什麼呢 它的指數位置 這個我還記得啊 對 沒有錯吧 什麼叫游離數呢 之前定義過 凡是只能 凡是只能 呈現成兩個整數比的值 OK 我們稱什麼呢 游離數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指數的指數位置呢 如果是游離數 那它就叫什麼 游離指數 那以前呢 理論上 m跟n呢 只要是為整數就可以了 你看像nn 屬於整數 可是老師你很奇怪耶 你這個n呢 怎麼限制這麼多啊 OK 這我拉過來這裡了 OK 包含這兩個人 那n不用講了 那為什麼n會限制這麼多呢 理由是這個樣子 因為呢 我們這種格式的游離指數呢 在國中我們學過嗎 可以畫成所謂的根號形式 喔老師 我記得了 就變成這樣 那根號形式 你以前怎麼記 我是不知道了 那我教你我的方法 OK 你看這個指數位置的分母 OK 這個n像我這樣畫 欸 老師 它對應的位置 是這個方根的次數咧 喔 沒有錯 所以我給你一個口訣 叫母根 嘿嘿 聽懂 很多人看到母根 不明就理 什麼叫母根 這樣聽懂 就是指數位置的分母 對應到什麼呢 方根的次數 這以後叫母根 OK 那另外一個n 就對應到什麼呢 底數a的次數 就這個意思 這樣了解 我的意思沒有 好 那言歸正三 老師 那為什麼 這個n 整數就可以了 OK 可是n呢 一定要非點為自然數呢 不是整數喔 負的不行喔 一定要正的 圈起來 我相信你看到這個形式 應該就懂意思了 老師我懂了 因為n 代表是方根的次數 那你請問你 方根有負的嗎 你有看過人家這樣寫嗎 老師 怎麼寫這樣寫啊 OK 他有人寫過什麼呢 這個對不對 就是說 根號次 他寫個負耶 負根號次 這個沒有定義的 這個呢 一定要從 1也沒有1喔 要從2開始 2叫平方根 3叫立方根 4就是四次方根 以此而類推 了解我的意思嗎 老師 那我懂了 OK 但了解了嗎 我這樣解釋夠清楚了吧 好 那他的底數a呢 這剛才寫過很多很多次 這個是r 實數 再來就是他 有理數 再來就是整數 再來就是自然數 這個我寫很多次喔 1分為2 這兩個呢 是什麼 是屬於比較小範圍 這兩個呢 是屬於大範圍 那小範圍的底數 對應誰 當然就是任意實數 大範圍的 對應小範圍 誰呢 就是正實數 這個寫過很多很多 那我們現在 人在哪裡呢 這裡 等一下還有一個這個 那我相信這個 你寫第一次 你就全部都會了嘛 OK 所以有理指數 他的底數 記得喔 記得喔 不是任意實數喔 一定要正實數 OK 也就是紅筆 要大於0的意思 當然解釋夠清楚吧 而且你永遠不會亂叫 OK 那別人呢 很容易亂叫 OK 好啦 那沒有問題 這第一個 游離指數的定義 再來一樣道理 我們看一下喔 游離指數 嘿嘿 你還記得嗎 老師這個加工完整 這兩個 我發現只能對應指數率1跟2 那這個當然 就外加一個指數率3 這兩個指數 不僅指數率1 2成立 而且答的信號 一般老師就出這個啦 當然就出 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啊 你以為老師呢 腦袋哭咕嚕 老師 真的是這個樣子喔 這個我都寫進去了喔 不再想不想再寫了喔 剛才寫過兩次了 我是Copy過來而已 所以呢 你會發現 游離指數 OK 指數率3也是符合的 那指數率3 你還記得嗎 老師我知道啊 它主要是呈現階層的什麼呢 關係 喔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講這個喔 它主要是在呈現階層 怎麼階層 你看這個喔 A的m次方 括號在m次方 OK 這個階層呢 什麼意思 兩個要相乘喔 OK 兩個要相乘 這樣聽懂 我的意思沒有 比如像這樣子來看 同學你看喔 比如說 2的3次方 在括號的平方 很多人都會這樣以為 不是 這個等於什麼 你看2啊 這個3的平方 不是9嗎 不是這個意思喔 同學很多人誤會喔 不是這個意思 應該等於什麼呢 應該等於2 這兩個關係呢 並不是指數關係 而是相乘關係 3乘2多少 是6 這樣才對喔 這個對 這個錯 所以呢 指數率3 在國中你學過吧 複習一下下了 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呢 指數如果連 連層的話 OK 連層的話對不對 你要記得等於什麼呢 這等於次方的關係 OK 了解喔 這連層 這代表是次方關係 次方關係 因為反過來 次方關係等於連層 也對 指數連層 OK 你看延伸喔 這兩個有兩階 這個呢 幾階 3階呢 A的M次方再括號 N次方再括號 R次方 以此二類推 答案是什麼 是廢話 要臨層 就臨層到底啦 對 就是N 乘N 乘R 有沒有問題呢 這個很簡單 很簡單 只是你要特別注意 有理指數 OK 就已經開始適用指數率3喔 OK 這個等一下 我會弄一些小學堂來測試一下 你對它了解是否深入喔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往下囉 好的 同學 馬上我們就接到一些小學堂 來測試一下 你對剛才游離指數 是否有學到骨子裡面去的 首先看到第九題 OK 是A屬於時數 應該是錯啦 因為游離指數呢 它的底數 要怎麼樣 老師想說要正的時數啊 對 基本上的話這個要什麼 改為0才有可能對 OK 你看到後面這個 那如果改為0 大於0之後呢 那你告訴老師 這個等號有沒有成立 我們去測一下 還記得嗎 母根耶 老師 對沒有錯耶 換句話說 指數的分母N呢 它對應到什麼 方根的次數 開N次方根這個對了 那A的一次方 寫在後面 這個對了 所以後面如果夾前面 如果把A屬於時數 改成A 大於0 就是屬於正的時數 那答案就會對 不過anyway 這題目呢 當然就是錯了 OK 再來看到第10題 如果A為正數 前提對了 正數就代表是正時數 有沒有問題呢 而且N跟N為正數 感覺好像錯 跟剛才定義不太一樣 你看 則有理數指數 OK 你看這個 這個呢我們講過 N次方是整數就可以了 負的也沒關係 OK 那其實呢 這個N呢就不行 哇 老師 N的話你剛才講過啦 OK 這個方根一定要二次以上 才有意義啊 對一次都不行喔 負數根本不用講了 他寫大於等於1 錯啦 應該2 才可以 哇 所以答案還是錯 那同學呢 有時候跟老師 比如這個 老師那為什麼1不行 好 那我寫給你看一次喔 好 第10題 為什麼1不行呢 OK 那如果我們令 N等於1的話 對不對 我加一個箭頭 這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OK N等於1的時候 OK N等於1的時候 這個呢 N N 按照我們的公式的話呢 跟他畫成有 比數指數 母根嘛對不對 這個是1喔 OK 1再進來 跟1嘛對不對 1分之m 哇 那答案就是A的m次方 那你告訴老師 A的m次方 它是為什麼 不是 它整數指數啦 對 它是整數 它本身就是整數指數啦 它就不再是個有理指數 這樣了解 我的意思沒有 這為什麼答案 會給他錯了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N 一定要2以上 OK 這什麼呢 這次然數 那才可以 有沒有問題呢 好 再來看到第11題 來 前題對了 A如果一樣為正數 就大而已 得 有沒有看到 這根套的形式呢 他說整個人畫起來 這個為整數的條件 為n分之m 為正整數 喔 有點水準喔 OK 好 你看一下喔 變成這個樣子 它是開n次方根 OK A的m次方 化為有理指數 OK 看它母根吧 對不對 分母是n n分子是m次方 他說 這個喔 這個要屬於整數 整數有包括正 負還有0 OK 我加一個因為 OK 好 所以 教授老師 你看喔 從這格式來探討的話 如果這個整個人出來想要為整數 那你認為 我們應該分什麼 兩個層次探討 第一個 指數位置 OK 一定要怎樣 指數位置同時 一定要為正整數啊 對 OK 如果指數位置的話 這個出來的結果 不為正整數的話 它有寫喔 它出來不可能為整數 老師 負整數不行嗎 不行喔 你看喔 如果說假設A 是負二 那不行喔 它變成A 平方分子之一 它出來可能就是分數啦 OK 所以這個叫正整數喔 喔 老師沒有錯 答案對了 OK 還沒有 OK N分子M 為正整數 我後面加一個且 還有且 對 你看啊 探討完這個位置以後 底數位置 你認為要怎麼樣條件 才可以屬於整個都是什麼 整數 老師對啊 如果你這裡為2 那我下面A為0.5 0.5的2次方 也不會整數啊 對啊 對啊 所以這個A怎麼樣 告訴老師 A為什麼 老師 那A 負的行不行 可以啦 為什麼不行呢 你看啊 如果A是負二的話對不對 只要這個為什麼 正整數的話 那還是整數啊 對 不管底數是正整數還是負整數都可以 喔 所以A只要為整數就可以了 好 答案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答案明顯錯了 它找一個條件 就是A 必須要為整數 所以答案 還是錯的 OK 你看很有意思喔 當然不難喔 你要多次抽緊 一個一個去探討 答案就會出來 好 第十二個 不錯答應喔 認得有理數指數 它的值都會大於0 欸老師 這個 對嗎 OK 你看第十二題對不對 好你看喔 對不對 A分之 A的N分之m次方 這剛才定義過了 這是有理指數 A要大於0 OK 有沒有問題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告訴老師 這裡 因為這個東西呢 對不對 因為 好寫因為 因為這個有理指數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分母 A 條件是要大於0 OK 所以告訴老師 你要底數為大於0的數 不管0的指數 這裡出來 答案是什麼東西 答案怎樣呢 都會大於0 欸 這就沒有錯了 大於0 OK 所以呢 由理指數不管怎麼樣 答案出來都會為正數 就大於0 欸 這個沒有錯 所以呢 只要是受底數影響 你底數呢 一定要大於0 就正數 那指數的話呢 真的也可以 覆的 OK 它答案出來當然 你什麼 你就會變成所謂的 正數 這一點你要特別注意一下下囉 十三題 欸 好的 同學 當然我們看到第三題來 他說 跟到負二乘跟到負二會等於 你看喔 這個負二對不對 瓜二分底次方 後面照超 那一系列後面呢 答案會等於2 你認為對還是錯 這以前我們學過根式的時候 知道啦 跟到負二乘跟到負二 是不是等於跟到負二的 瓜二平方 平方跟到底下 這答案是負二 哇 老師看得貴囉 頭負二位是2 所以答案很明顯就是錯 這一題很重要很重要 我可以請問你們嗎 這個trouble出現在是哪裡 後面這看起來很合理喔 感覺沒有破綻喔 感覺沒有破綻喔 可是為什麼答案就是錯呢 你以前不知道對不對 現在應該就知道了 老師 我看到答案了 這裡啦 這個等號如果想要成立 這是郵里指數嘛 畫成根號形式 這個等號如果想成立 我再問你一次 要符什麼條件 老師 底數要大於0 對啦 你看這個底數 負二有大於0嗎 沒有啊 這負二是小於0的 所以這根號負二根本就不會等於 負二括號的2分之1次方 這樣聽懂嗎 你以前是都被他騙了吧 哇 我真的呢 我以前都以為都可以耶 不對不對 答案是不行的齁 我寫在這裡啦 答案為什麼錯呢 因為很簡單 根號負二根本就不會怎樣 不會等於 等於誰呢 等於括號負二的2分之1次方 以前大家都以為這個很合理 其實不對喔 OK 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這一點你可能要好好的 要整理一下下 OK 十四題也很重要很重要 很像之前我們出過的範例 光號負二一次方 等於負二照超 一次方是不是等於2分之2 合理啊 這等號成立 對不對 到這裡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這是個指數形式 又要畫成的根 不一樣道理啦 你告訴我老師 這個畫這樣會成立嗎 不是合理啊 OK 這樣過來啊 你看這個分母是2 所以平方根啊 這個2分2過號平方 對不對 等於根號4分3分2 你看到幾個口頭 有沒有看到鬼啊 唯是2 頭 是分2 當然 當然還是錯啊 這種題目我以前最喜歡考 同學呢 被搞的團團轉 現在有沒有完全都了解了 老師我聽懂了 你想要把這個指數畫成根號格式 等號想成立 一定要符合底數大於0 又來了第二次你告訴老師 在這邊等號成立 到這裡等號就不成立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由於指數要畫成根號的時候 底數一定要大於0 你這個負二有大於0嗎 老師真的耶 兩題夠了吧 OK 因為什麼不成立呢 因為很簡單 這個負二 括號 二分之二 根本就不會等於什麼呢 是什麼呢 就是負二的平方 這根本就不會成立啊 懂不懂我意思 你底數 這個呢 是小微0 OK 我們一定要大於0才可以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 我這樣解釋應該夠仔細了吧 所以有離指數呢 就這個地方最重要 我要重申一次 有離指數這個等號想要成立 很重要的前提是 底數A一定要大於0 而且呢 它的根號 方根次數N 一定要大於等於2 就是這個樣子 OK 當然M的話呢 還沒寫M 這個位置只要整數就可以了 負的也沒關係 OK 負整數再進來 A 負整數像A的負二次方 那也是可以的 OK 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老師這樣很清楚的 一定要的 如果你聽到這邊呢 聽得懂 但是還不是很熟悉的話 你可以repeat再聽一次 那腦袋裡面多思考 我相信你就架行而救手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再往下囉 好 我先說 我先說